病毒变异这几个字 想必不少人会觉得很可怕 总有仿佛会发生生化危机般的感觉 实际上变异是病毒的毒生中 再平凡不过的一件事 任何病毒都会变异 只是变异的速度 方向和强度会有所不同罢了 比如埃波拉这种致死率极高的病毒 由于感染后致死率最高可以达到90%以上 病毒来不及变异 所以至今这种病毒的变异亚种只有5种 但甲型HEN一流感病毒却不同 潜伏期可达7天 致死率最高仅7% 非常有利于在人群中大范围传播 这也为病毒提供了优越的变异条件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数不清的 HEN2 H2N3 H5N1 H7N4 H10N8等等病毒 其中的H指的是血球凝聚素 可以帮助病毒进入宿主细胞 而N指的是神经氨酸酶 能够破坏细胞受体 让病毒自由在宿主体内传播 如今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18种H和11种N 两者之间就像打麻将一样 可以随意排列组合 不同亚型还能突变成不同的病毒株 病原体也不禁相投 非常狡猾 这也是卫生部门建议每年 都要打一次流感疫苗的原因之一 因为每年流感变异的病毒株 可能都跟上一年不太一样 同样 新冠肺炎病毒也在变异 比如6月18日 中国奇病预防控制中心 发布6月北京新发地市场 出现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 其中三组序列均带有 D614G突变 所谓D614G突变 指的是新冠病毒的第614位N7酸 由天多氨酸变成了甘氨酸 据此前研究 这种突变可能会导致病毒传染性增强 并且可能会提高患者的病毒载量和死亡率 而自疫情爆发以来 类似这样的突变高达数百种 那么动辄花费几年甚至数十年 沿着周期漫长的病毒疫苗 是否能有效应对病毒日新月一的突变呢 这个问题 其实并不用太操心 虽然一般疫苗针对的目标都是病毒的早期版本 但病毒就算发生突变 它的基因组序列与早期版本依然非常相似 比如甲型H1N1流感疫苗 至今使用的仍旧是2009年的一种毒株 虽然后来出现很多变异 但疫苗仍然能稳定发挥作用 而新冠病毒作为RNA病毒 频繁突变是它的本性 就像人呼吸一样稀松平常 但大部分的突变都是无意义的 并不会导致所编码的蛋白质发生什么大变化 突变使病毒变得更有攻击性的概率并不高 甚至更容易使病毒变弱 因为只有学会与宿主共存 病毒才能生存下去 新冠病毒目前致死率偏高 依然会不断变异 找到与人类和谐共处的方法 最终像流感病毒那样 成为人类社会徐以为常的一部分